你把那個B欄裡面的資料搬到DEFG這個範圍 資料怎麼樣剛好搬過來 一個蘿蔔一個坑 OK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就沒有辦法用那個 像VIRR函數了 因為VIRR函數一定要查什麼資料 查 編號 可是這裡沒有編號啊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變成說 這邊抓1234 然後換下一個1234 1234 縱向的四個變橫向的四個 那縱向變橫向 當然你可以 如果用圖滑鈴剛剛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用轉字 不過轉字你可能要 複製一個貼然後轉字 再複製再貼再轉字 所以一個人 假設這邊有 100個人你可能要複製 轉字貼100次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不是要你去用轉字的方法 那這裡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不是用VIRR函數 所以這裡的話可以用什麼 其實像INDEX 或者像INDRECT 這些進階函數 就可以做到 不過最後當然我們會希望說用VBA VBA按下去自動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如果我說我今天用INDEX 其實拿第一個 插入函數 如果我用什麼 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INDEX 這個 這INDEX 用到的機率蠻大的 將來如果說你要抓資料 抓 一些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來源的資料 其實這INDEX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什麼 基本上我們用預設的引述好了 三個資料 第一個 你告訴我範圍 範圍在哪裡呢 從B2一直到往下 這個是我要抓的範圍 OK 他第一個問題說 你要抓的範圍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這個範圍 你要抓的是 哪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哪一個儲存格 哪一列 那這邊的話 如果我要抓第一個資料 這個 抓到哪裡 抓到這裡 那所以這邊的話給一個 這邊給1 然後呢下一個呢 給什麼呢 哪一籃 因為來源資料就1籃 就是B籃 其實 這邊指的籃 是指的是你選取的那一籃 所以也是1 按確定 那當然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把 把入職這個間帶過來 那如果你第二個的話 姓名是哪一個 其實如果用 假設你可以模擬一下 姓名的話呢 其實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 假設複製好了 移到這邊 姓名 這邊其實把它改什麼 改成2就可以了 2 姓名就抓過來了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要抓的是 這一個範圍裡面的第2列 還是第1籃 然後 依實類推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在貼上 這邊中間這個列 哪一列呢 第三列 把公號抓過來了 那一之類推 再貼的話呢 就在第4 所以呢基本上 這邊有一個邏輯 所以你慢慢可以 整理出來 我們需要1 這邊 就是 如果呢 我如果希望能夠 將來向右向下 自動幫我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抓過來的話 其實最大 需要 變動的是這個 第幾個參數呢 第二個參數裡面的 有沒有列啊 這個列裡面 只要你在 這邊產生 12345678 反正呢就照那個順序有沒有 那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那個資料從他指定的位置 把它抓到你要放的位置裡面 所以呢如果說你可以怎麼樣 先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所謂的數字表格就是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我可以類似像這樣子 12345678 12345678 先把這個第幾列列號先產生 產生完之後呢再把它放到 RowLamber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自動把資料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呢 但是還有個地方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前面的欄位名稱加冒號 我要把它刪掉 那怎麼刪掉比較快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1個 如何產生數字 那個位置 當然我們通常 會利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那個Column 按確定 Column現在指的是 D的話是第四欄 所以 回傳回來是 打勾的話你會發現是4 456 不過我要什麼 123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它 減掉多少 減掉3嗎 這樣不就1嗎 拉過來的話 123 4 向下填滿還是1234 因為他只會去 抓到你現在在哪一列 在哪一籃 那如果說你希望 後面變5 6 7 8 90 11 12 他基本上 只要向下一列 他加了多少呢 加一列 就是加4的倍數 有沒有 下一列加1倍 再下一列2倍 再下一列3倍 一之類推 所以 所以你會發現 用列 去加倍數 那這個列 你可以用加 加上什麼呢 Raw 小瓜糊 一個 減掉 不過特別重要 先把你現在所在的列 第二列先減掉 為什麼要先減掉 因為 我現在這一列 不要加4的倍數 然後先減 在乘上多少呢 乘上4 指的就是說 4的幾倍 因為 反正4籃就4倍 5籃就5倍 OK 打勾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這邊 我這邊刮糊 挖在外面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打勾 1234 我先 1234 下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他就會自動什麼 5678 加4的1倍 加4的2倍 4的3倍 以及10的1推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快速的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那Colent跟Raw 可以跟那個什麼呢 Index搭配得很好 因為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自動去抓到 你現在要 第幾列的資料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公式不包含等號的地方 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index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index 然後呢 給三個 一個是範圍 範圍 把這個範圍告訴他 抓這個資料喔 然後呢 記得f4 把它鎖起來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藍跟列 通通記得鎖起來 第二個呢 把它剛剛的公式貼到rule number 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要抓的是 這個來源範圍的第幾列 那藍的話請你輸入1就可以了 因為來源範圍只有一藍 不會有第二藍 OK好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呢就自動幫我把 我的來源資料呢 全部都帶過來 那所以總共大概到32吧 應該到這裡 32 OK 那底下這幾個沒有 Delete的掉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自動幫我把資料 都帶過來 但是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個資料的前面有欄位名稱 加冒號 這個不是我要的 那可怎麼辦呢 你要怎麼把它刪掉 總不可能 做一半的 所以最後呢 還要再需要 把欄位名稱冒號 去掉 那方法很多啦 其實我想了很多方法 本來用replace 不過還有什麼subtitutu也可以啦 最後發現用meet的最快 方法很多個 請各位想想看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不過目前我想到最簡單的是用mid mid 因為mid mid的函數應該大家都會 那怎麼用mid的函數 第一個一樣先把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2插入一個mid 在文字裡面找 文字裡面找一個mid函數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再test 就是這個 那我要從哪個字開始呢 其實可以根據 上面欄位名稱 的長度 LEN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LEN 刮鬍 點一下D1 然後刮鬍 四個字 可是我要從第幾個字開始取 入職時間 然後冒號第五個字 再來 冒號的後面一個 所以記得 4加多少呢 應該是加2吧 有沒有 從第六個字開始 入職時間 冒號 然後後面的一個 就第六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上面欄位名稱的長度 再加兩個字 當成是 我要的 第一個字的位置 OK 那特別注意 等一下會向右 向下 那特別注意 向右應該OK 向右的話沒有問題 可是向下 1 會變成2 2變成3 可是我問題 我一定要是鎖 欄位名稱 所以請記得 把1給鎖起來 1 記得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呢 要抓幾個字 因為我要 後面的全部要 可是問題 我要算那個長度也麻煩 那 其實我這邊建議 如果你後面的全要的話 你輸入一個很大的數字就可以 99 為什麼 因為後面我全部要 你只要輸入一個數字 比那個 你可能預期的那個 自鑽長 大概長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意思是說 我後面全要了 好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 入職時間 的 時間出現了 那姓名會不會一樣 姓名也留下來了 公號會 有沒有 然後內部號碼 也留下 也就是我切的時候有沒有 我切上面的字數 欄位名稱 再加兩個字 從那個字開始 幫我抓資料 抓到那邊去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把它向下填滿 馬上就做好了 OK 然後 這邊特別注意 Me的函數 這個後面呢 我是有一個加2的動作 給加2的話 是欄位名稱 後面有個冒號 在什麼冒號後面 所以會加2 後面是99 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快速的把這個 資料抓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是 不過這個還是沒有講到 VBA 那這個邏輯 如果要把 現在講的東西 再變成VBA的話 這個會不會比較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所以總共 你會發現 我用了幾個函數呢 1 2 3 4